Hello,大家好,我是冰尼 歡迎收看幸福家頻道 港車不使用,在7月1日將會正式實施 香港單排車就可以開到內地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喜順 相信很多香港朋友對於內地的交通規則是非常陌生的 這一期的影片,冰尼將通過十操 帶大家上路去了解一下內地開車注意的事項 還有看我這條影片,每次回到內地都可以幫你省一千元 大家給個Like,老司機即時帶你上路 OK,上到車,第一步就是要拿著安全帶 其實早期的話,主駕駛及前排是需要扣安全帶 其實正式在上個月開始,中山的後排都要求要帶 不過傾頭拍不到 不過究竟經常會在路上去抽查 後排的安全帶都要扣上 我們現在從海鴨崩潘城出發 直接回到中山城區 我們一路上看到的一些交通規則 我都會一一跟大家介紹 從海鴨一出來,比較快 一分鐘的時間就可以上到這條高速公路 內地上高速公路有兩種 一種是ETC 如果未安裝ETC的話 就需要拿CPC卡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南投鎮的收費鎮 前面很多牌子指示 有些是ETC下車和有ETC人工 有ETC的卡可以直接行讀石通道 一些卡可以通過 相信很多街坊都未有辦理ETC 我便拿出來通過這個人工的車道 去和大家拿CPC卡 去十七一下 這個人工的通道正常會在最右邊 所以大家如果沒有這個ETC卡的話 你準備上高速或是準備下高速 就一定要往最右邊的車道走 就可以去到 我們現在過到來便直接拿卡便離開了 這個就是內地的CPC卡 到時下高速便交回管理處 現在正式使用到內地的高速 一使用高速便第一時間提醒要扣安全帶 因為高速行駛 安全帶便是一條三面帶 左手邊便去廣州南沙 右手邊便去中山和珠海 內地的大廣州南沙 內地的高速公路便是一條四十六十 內地的高速公路便是四十六十 即是從廣州去到珠海的一條高速公路 現在內地正常的高速公路 正常有三條車道加上一條應急車道 我們現在走向最左邊的車道 就是叫超車道 即是你要超前面那輛車 你一定要從最左邊才能確保安全 因為我們是左梯車的 所以你最左邊的車道 可能前方那輛車的司機的縫射鏡才能看到你 中間這條車道就叫行車道 即是你正常的磁速120公里的磁速 去走的話就正常行這條車道 而最右邊就叫慢車道 即是我們通常的大貨車 就必須行右車道 如果正常最左邊的左車道 它是會拉入黑名燈 即是以後不可以上高速的 這個非常嚴重的 最右邊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條十線的應急車道 正常如有溝通時故 到達豪邊在塞車的話 這條就叫三明通道 救護車或救泳車輛 就可以通過這個感急車道 快速到達這個時故的現場 所以大家沒有什麼突出的情況 就不要走這條應急車道 因為高速公路時不時都會有這些傾頭 去拍攝圍規規行這條車道 一次是六分的 所以你一本駕駛證才十二分 如果你真的不少生 不幸運被它拍了兩次 所以你本駕駛證就已經扣了 又要重新去領駕證 這個扣證的期間 未得深的駕駛證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開車了 你一開車就屬於無淨駕駛 所以情況更加嚴重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有很多傾頭 這些其實是ETC 即是我們有中ETC 它現在是按照翻電去介費的 還有右邊這個車牌 即是指示牌寫著行速 而一百二十前面是一個區間輸出的起點 那什麼叫區間輸出呢 它一般有十公里至二十公里這個區間 如果超過的話 你就要扣回了 OK 大家可以看到 前面開始 就已經是一公里開始 就開始這個區間輸出的一個輸出 OK 那我們的區間輸出 就從這個橋帶的鏡頭開始 每一條車都有一個鏡頭 從這個時間到這個區間的起點 到它的終點 我們就始終要保持它的時速 是不能超過一百二十的 如果超過的話 就會免能扣回了 OK 還有 在高速公路 如果遇到時固 怎樣處理呢 都是通過這個應急車道 去避免這個疑似時固的發生 首先如果在高速公路上 遇到車輛故障或者是時固 第一時間就要把我們的車 開到這個應急車道上 接著就打雙線 以及在車輛正後方的150m 記得是150m 去擺放這個三角架 警示後方的車輛 前方是有事故的 人要撤離到這個負難之外 避免後方 如果有些車 不小心遇到你的車 避免這個疑似時固的發生 所以有一個九字的考決就是 扣邊停 人撤離 以及報警 形成了這個九字的遲決 這就是高速公路上 駕駛邊需要治癒的一些時空 OK 我們現在前方的牌 就寫著 一公里 就落中心西區的高速 這個時候 我們這輛車 就一定要走到最右邊的車道 因為去到 500mL的位置 我們現在看到 每一個車道是開線 即是曲補駕駛的話 你可以變得 去到差不多出駕駛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濕線 你是不能壓線過去的 不是的話 同樣是會影響 會扣回的 OK 所以大家要記住 這些車不下去 就要變出去了 這裡開始濕線了 你走中間車道 你就不能變過來 變過來 就非常危險 右邊的指示牌 就寫著這個駕駛駛 限速就是60 正常下高速的車都比較多 有急轉彎的路口 就去到40 反正大家回來雷地 第一次開車 首先安全保證下 速度一定會慢 因為交通也有說 十次時故 九次快 所以只要大家 不要緊急 慢慢開著觀測 道路兩邊的指示牌 但是同樣是比較安全的 正常這些駕駛道 只是單車道 不可以急急 你去超車 都會比較危險 只有一條車道 我們就慢慢跟著 後面的車 走到OK 現在就準備下高速了 大家看到 這個路牌已經寫著了 人工及ETC的車道 已經為大家標明清楚 所以大家如果沒有ET的情況下 就記得要往最右邊的車道走 所以如果有ETC 最方便 就不用膽子直接過去 它感應就可以過了 但是人工的話 因為要自在 夠快 所以排隊是需要有些時間的 所以ETC 現在有很多高速路口 或者是岩孔 其實可以直直到三呈 裝上這個機器 在上邊 我們一過這個側機 它就會自動感應到 就會比較快速 如果沒有就像我這樣 雖然5時鐘的時間 但是都開始要排隊 特別是假期的話 可能真的會濕到高速路上邊 也不奇怪 OK了 終於輪到我們 我們就從 這邊 我們就從南投站出發 來到中山的西區 一共是11元 微信支付或者支付寶 都可以 在這裏 我們就給個QR Code 直接進入就可以了 這個是電子支付 當然 微開通支付寶 或者微信 直接給現金都可以 這個就是三廠的一個付款風式 OK了 我們現在就來到中山的城區 前邊這條路就叫中山路 和博愛路是並稱中山城區的 兩條交通名碼來的 大家可以見到前方有一個指示牌 是有綠色、黃色和紅色的 即是溝通阻塞是一般的 到尾段紅色 意味著溝通阻塞情況是比較嚴重的 而在右邊的瀑礙山路 整條路線都是紅色的 意思是瀑礙路已經在塞車 所以我們可以根據延時的路況 去做出一些調整 我們可以見到目前現在是六點鐘 高峰期 所以濕車會比較多 左手邊就是華伯雄都 我們直行到離和 這條路的交通限制都會比較多 所以我們城區的道路 就以這條路為主 去為大家做一些介紹 大家可以見到 在右手邊是有些開線和有些十線 意味著 我們現在在中間這條車道 是可以右轉到右轉車道 而在右邊的車道 是不可以併入我們左手邊的車道 是有傾頭在這裏 如果這樣在內地就叫壓線 正常是要扣款的 大家看看前方的紅綠燈 提前紅綠燈前鋒有指示牌 即是車道的識別給大家 如果你需要直行 你就要按照直行的路線 左手邊有一部路斯雷斯 這是中山1加1的老闆座家 中山1加1大家經常聽到 這是商場來的 老闆就去這輛車了 今天晚上好趣 在路上都中了 正常大家還可以見到 其實大家可以見到路邊 其實經常會見到很多鏡頭 有一個很好辨別的地方 大家可以見到 那條柱的下方是藍色的 藍色是屬於公安警察的監控 而不是屬於溝通警察 溝通警察是黃色的 所以這些屬於自安類型的監控 不會對我們的溝通違法進行一些拍攝 如果是黃色是溝通警察 即溝通警察 我們來到這個就是中山3路的隧道 從中山2橋一下來 你會覺得道路兩邊是比較舊的 這裏就屬於石旗區 所以道路相對來說 是比較舊的 這就是東區和石旗區別 穿過這條隧道之後 我們就進入了東區的街道 你會發現東區 為何說現在的市政中心是東區 不是石旗區 從道路從邊都可以看得出 又闊 路又乾淨 綠化又做得好 因為新規劃的區域 所以路鋪起來會比較大 石旗是屬於老城區 路比較小 因為原改民的樓比較密集 所以開發這些成本太大 所以就變成了比較難去規劃好道路 我們一出到例 屬於東區的一個街道 是不是完全不同了 剛才在石旗區 後一段 兩邊的舊樓會比較多 該民樓會比較多 而來到東區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兩邊基本上 就沒有這些舊樓 基本上都是一些商業大廈 或者是酒店 或者是寫字樓 這些類型 東區它作為中山市的行政中山 大家通過道路 就一目了然 我們現在看到 前邊基本上 每一條車道都是十線 所以來到這個時候 就算我們走錯路 例如我現在在直行車道上邊 直行車道的上邊 如果需要左轉的話 千萬不要壓著中間這條十線 這樣壓過去 是會被拍到的 大家看看上邊那一排 最右邊和最中間那裡 都有些鏡頭轉過來 就是查看後面有沒有壓線的違法車輛 所以就算我們走錯了 直行到前面 找一個調頭口 再轉回來 千萬不要直接這樣 左轉過去壓這條十線 我們過了這個紅綠丹後 大家可以發現 最左邊是有一條黃色開線 這條路叫做 公交車的專屬用道 上邊有些牌子 大家可以看到 公逐日的7點到9點 17點到19點 這就是早高峰和猛高峰 即是早上的上班高峰期 和下班高峰期 只可以公交車走 一至星期五 例如星期六日 或者是國家規定的折駕日 這條路就沒有限制 所以這裏要擋排隊 但是最左邊的車道 就是只給公交車去行 所以大家要注意 如果遇到這些開線的主貢度 在早上的7點到9點 晚上的5點到7點 這個時間點就不要駛進去便可 因為都是有傾頭 在監控中的 這個就是大家 很容易去忽略一些問題 即是覺得沒有甚麼特殊 我就轉進去為了方便 還有來到這些 叫做紅綠燈路口 前面有個黃色的牌子 叫做駐融行 現在雷地比較人性 因為容易 一定要使用行人 即是看到有人準備行人 你必須先讓他過 否則同樣會受到處罰 這就是關於每個人的收拾問題 同樣這條黃色線 既然都是屬於公交車的專用道理 所以同樣都不可行 好像來自這些有交通訊號單 控制的路口 油轉車道 原本是不可行的 但你見到這個牌子 在紅綠燈量 在確保安全的情況下 是還可以油轉的 雖然說是紅綠燈 但它有這個標誌 我們都可以正常去油轉 中間的城區 經常你會見到路邊 是有些地方可以泊車的 大家可以留意到 每一個路口 它會有這個牌子 就會寫著 在碗海時間以外 是否可以停車 碗海的情況下 哪個時間段 就是早上的9時 之後到下午的5時之前 這個時間段是碗海停車的 如果過了今晚的19時 到明天早上的7時半 這個位置都可以泊車的 是要順向 即是我們現在的類地 是左軚車 我們扣右邊行 你必須要按照我們向前的風向 就不可以倒著泊 那些都會屬於懷伏的 意味著 因為早上的7時至9時 下午的5時至7時 是不可以泊車的 就像現在路邊停車 如果阿Sir過來了 就全部抽牌了 因為現在屬於懷伏停車 因此罷管就沒有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不是說有見到車位 就可以停車 有些車位都不可以停車 因為它是有時間 當這些究竟要處罰你的時候 它都會有標誌寫在那裡 所以大家要爬車 就要看清楚標誌 它是甚麼時間點 不可以停車 甚麼時間點 不可以停車 現在又來到一個右轉車道上邊 但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有一個標誌寫著 紅燈兩時禁止右轉 所以大家要明白這件事 並不是所有的右轉車道 隨時都可以右轉 所以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現在基本上的道路規則 就差不多是這樣的 現在就教好大家 怎樣想來雷地一次 可以省上一千萬 大家都知道我現在在那裡 我們現在帶大家來看看 一家在內地入油 乖不乖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內地的加油鎮 也比較好 有免費洗車 你加油超過兩百元 就可以享受到這個免費的自助洗車 非常之方便 我們現在來加油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在香港的話 正常有普通汽油和特級汽油 其實在雷地 除了零號的柴油之外 有九十二號和九十五號 還有更加正的九十八號 其實九十八號 就代應香港的特級汽油 九十五號是香港的普通汽油 在雷地還有一些九十二號 一般的貨車會用得比較多 還有在雷地加油一會兒 也會幫助大家操作 因為雷地現在為何說 少人用到現金 因為在加油一會兒 給現金是沒有折頭的 但我用微信支付 一升油至少可以平三四毫子 如果晚上十一點之後 最高可以優惠六毫子 大家十操給大家看看 在雷地加油 如果九十五號的汽油 就八萬一號三 如果九十二號的汽油 就七個半 還有齊油的話 就七個一號半 今天來幫大家實操一下 這間加油站叫做越南汽油 它有公眾號 我們點進這個公眾號 左下方有個加油 按這個加油 它是北愛路的加油站 我們點北愛加油站 我們是26號槍 輸一26號槍 我們現在是五百元 大家可以看到 還優惠了十八個四毫半 但你用現金 你便要給它五百元 不要優惠十八元 我們便直接在微信支付 便可以了 所以你說 為何內地很少見到現金 就是這樣 因為商家都不要現金 都支持你用微信支付 我便完成支付 現在便進去開票 看看還有沒有驚喜 加了五百元油 優惠了十八點四五元 還送了洗車券 只要超過二百元便可以獲得洗車券 以及一盒子間 現在再帶大家去看 它的自助洗車到底是怎樣的 我們開過來之後 有人指示我們進入軌道 然後給這個券 因為要洗車 記得要收入後視鏡 因為它的闊度是比較有限的 我這部車的胸道是比較闊的 所以要收入後視鏡 今次掛空檔 今次掛空檔 接著回正方向 雨掘氣我們都要關掉 今次就OK了 不用擔心 適合雙手雙腳 不用擔心它 它便會推我們這部車進去洗 所以如果雷邊不是很髒 我每次加油都喜歡來這些地方 加油 就順便洗一下 因為有快 你正常去洗車 淚地現在是差不多五十元一架 五十元一架 它會幫你洗雷石之類的 但是這些自助機 它只負責幫你洗一下外面 所以淚地有很多機械化的東西在這裡 雲俗中 整個加油鎮 洗車就一個人在這裡服務就可以了 我也是第一次全程錄這些影片 其實很有趣 如果大家過來都是開七人車的 其實七人車都可以洗的 是沒有問題的 今次它裡面是 前面是有一個紅單的指示 我就不可以過擋 等到它推我們的車 出到它的軌道之後 就會變成綠單 我們就可以掛擋 今次就可以出行 OK 完成了入油和洗車 前後幾分鐘的時間就可以搞定兩件事了 OK 今天跟大家分享 內地開車的一些小鐵士 就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當然大家對於內地開車 還有哪些地方 不是很明白的地方 都可以添加右上方 賓尼的Whatsapp 我都會錄意為大家做一一的解特 包括大家如何換回內地的駕駛席 包括居住席 或者是怎樣去保定微信之乎 等等這一系列的問題 大家有疑問的話 可以在下方的評論區 留下你的評論 我們都會抽出一些比較特別的問題 專門去做一期的節目 為大家去解答這些問題 好了 我們今天一期的影片 就幫大家介紹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大家記得給個讚和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